字幕君 李宗盛 看影片之前 記得點贊 分享 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鐘 什麼時候有新片就可以馬上看到 熟狗的朋友 今年你們是犯太歲的新肖 而你所犯的太歲就叫做沖泰水 正所謂一起當三哉 無喜是非來 所以充太歲的年份最好做一些喜事充喜 例如結婚 添丁 買樓 創業 甚至乎升職加薪 也是非常不錯的 而今年就是你們多勞多得的年份 所以只要有付出 就有所收獲 除此意外 吉星方面 見到國印貴印星 國印貴印星代表著古時候的歲印 所以新一年也很容易大權在握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升遷運 但在兇星方面 見到大號兇星 大號兇星是一顆大的破財星 所以熟狗的朋友在理財投資 甚至乎投注方面也要格外注意 千萬不能太過貪心 否則很容易錄得虧損 另外也見到有欄杆兇星 欄杆兇星代表著租舌很容易一波三折的意思 所以凡事只可以靠自己 只可以免禮自己關關難過關關過 有甚麼難關 只可以自己好好的捱過去 同時 提一提 熟狗的朋友可以在農曆三月和農曆九月 也可以捐血或洗額 自然可以減低血光之災 來到新一年 熟豬的朋友 今年是你們的工作星千年 所以工作的表現也相當理想 再加上今年也有兩顆強而有力的星高照 分別是紫微的星和龍德的星 這兩顆星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 財運和事業運也有正面影響 在這裡也建議熟豬的朋友 一定要好地把握機會 看看能否令你們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同時之間 今年也是你們淨桃花的年份 因為今年就見到熟亂星動 所以單身的豬仔豬女 如果你們遇到合適的對象 不妨主動出擊 看看有沒有機會開展一段良緣 但本身已經有伴侶的朋友 也可以考慮今年拉上天窗或添滴 也是個不錯的年份 空星方面 見到一個亡神空星 亡神空星代表著做事方面有少少大頭 偶爾會忘記了東西 所以熟豬的朋友 亦都去旅行的時候 可以買一份旅遊保險 自然可以以防萬一 同時之間 亦都見到天窗空星入主 這顆空星亦都代表著不理出門 所以熟豬的朋友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就要小心 可能有機會行程會有點嚴悟 或者有機會不見行李 記住 萬事小心 自然是萬事大吉 踏入龍年 熟龍的梁家俊肯定特別醒神 看近三季賀歲賽贏了 總共撿到四圈 上季最威風 噴著神州時代和彩虹千里起碼 星期一大連初三賀歲賽 梁家俊也有不少實力馬 龍年打向頭炮的呼聲都很高 洛夫全馬房的誠好運 來到香港很快適應水土 初出已經贏馬 再出也跑好第三 梁家俊當然不放手 有機會贏到本身的第二輪 澳油武士的童主馬 澳油氣泡 是打比和董事杯的民主 這件彩衣威個威士忌 看澳油武士這隻四歲澳洲PPG 最近一課試集幾乎由頭大到尾 頂著蔡若翰的星際快車和嬌陽明區 初出數了有什麼出奇 平海之星這件彩衣都不簡單 平海復星復翼以來執了四圈 兼且是2018年的打比民主 而另一匹同主的灰馬仔平海歡聲 暫時贏了七場 包括今季爆了25倍難滿 看回平海之星 近三次千六米蟲化草集全部贏了 初出膽敢跑田草千六米 應該不是趕玩的 2024年七次沙田賽事的特色 就是麗有未勝馬開戶 包括美麗多型 快狠準和陽光勇士 這三隻馬的共通點 就是上次做完阿爾即刻贏 這條穩食財路 可以套用在這次初三賽事 鐵金剛這件賽意好多猛人 包括榮志健 夏佳里 李國能等等 鐵金剛上場潘頓跑第二 頭馬我為你是今季的六折精英 可以說衰敗猶榮 潘頓賽前親自試過加油集 擺明居馬想幫幕後贏回場 手機鏢霸幕後非常支持呂健威 以往彪志瑞贏了三場 而手機鏢霸來香港跑的三場 成績是一啞兩季 證明都很急進 今次董明朗繼續跑 應該站在勝利邊緣 閃耀將神來香港初期就沒什麼表現 但落了五班兩場即刻有料到 跑完第三就再跑第二 今次周俊樂重新接手這隻馬 看來有機會出頭了 蘇偉賢馬房的聖木勇區 來香港跑四場五班 成績是一罐、一啞和一個第四 只是一場田草千四米沒有獎金 上場平四十分都跑四班 就擺明想減分 今次減到三十八分 落花五班 跑首本的千二米 應該到了動手時候 判頓和威力賓騰 認真夾檔 歷來四次合作在田草千二米 令到一罐兩亞一貴 100%上名 今次人馬重逢 跑回田草千二米 當然令人期待 好了